全臺灣第二家東南亞書店 在緬甸移民最多的 新北市南市角開幕了 創辦人張正 他從創辦四方報 製作唱四方節目 到舉辦移民工文學獎 持續開創對東南亞移民工 友善的空間 這間書店叫做燦爛時光 希望每一個人都能夠在書店裡面 找到屬於自己的 燦爛時光 大家好 大家有看到 我們書店的負責人嗎 這個燦爛時光 就是因為這個名字才開始的 臉上塗著緬甸傳統的 美容防曬妝容 笑談這第二家東南亞書店 名字的由來 他是燦爛時光創辦人張正 那像Lucy 就是我的老闆 就是我們在Lucy的苍穹之下 做這個事情 她當年在美國開創 然後回到臺灣來 回到臺灣來開創立報 破爆四方報 然後讓我和雲章 和我們一群同仁有機會 發揮一點點力量 然後做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那今天有機會在這邊開這樣一個 以書店為名的空間 燦爛時光 那其實的確就是她的感照吧 我覺得她感照了我 然後我們其實就一路搞下去 那越搞越大 張正在新北市的南視角 開設全台第二家東南亞書店 全在緬甸移民聚集的地區 張正希望書店是一個兼容多元文化的地方 希望這邊是非常多元開放 然後不同的聲音都可以出來 然後而且同時也還可以和平相處 就我討厭你可是我不打你 這樣子 我喜歡你我擁抱你 就是互相有不同的聲音這樣子 不同的人挤在一個地方 然後還有可以接受的秩序 開幕這天人潮眾多 現場出席的還有在臺灣工作12年的移民工畫家 阿陶以及在臺中工作三年多的印尼作家Justo 他將自己編寫的書送給書店 這些書籍收錄了移民工們在臺灣工作的信聲 他們都地理解他們作 他們所有人都能夠 Cut化 都代表表表情他們… 在記彈 Several中 Individual Studep 很多傳奏都給你們的故事 有很多 ours在原� metres 裡面 encontrar出席的聲音 他們會告訴他們 echo他們人民 wa他們呆的許客賦 這些事情那些 pretend 他們要說便宜 他們要看回家 他們要看護照 他们都必须得到设计和设计的设计 他们可以用手机的设计 我们是关注老人家 当他在公园的时候,他们也关注 我们也关注 鼓励张震开这个旧书店 就不好意思我这样 三层楼的空间 每层楼大约20平 它不只是书店 张震还会策划小剧场 以及东南亚语文教学 未来将负责书店营运的吴廷宽 见证这里从无到有的过程 有时候我来我看到一些 其实是某个文化圈 有头有脸的人 他在帮我们盯桌子在汽油 其实我是非常感动 我会觉得说这个地方 其实从无到有一直在实践 这种不分主群 不分辐色 不分文化背景的这种精神 还会统计清除的书籍数量 未来如何确保营收数字 而这些未知数都有待张震解决 但唯一确定的是 东南亚书店会继续遍地开花 是不是有人问我说 新移民移工真的要阅读吗 或者他们会阅读吗 也许有人真的不知道 可是我们可以创造这个需要出来 如果你觉得它是需要的话 才会认为 我们可以玩的 这个地方是让你 它是需要这样的 那种人是 обяз的 油渐的 这种东西路